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 这里我们看在这地上如果年日长久的话 能够得到年日长久的祝福的话 取决于是否敬畏了神 我们一起看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二节 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 不给我 亚伯拉罕因为在摩利亚山上将以萨全然的陷在了神面前 神因为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 这样的行为 认可了亚伯拉罕的信仰 神称亚伯拉罕说 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了 所以亚伯拉罕在神眼中就是敬畏神的人 那么敬畏这个词我们表面上的意思 意思看 有尊敬 有畏惧 惧怕的意思 但是我们用信心的角度去看 亚伯拉罕的这种敬畏 旧熟史的作者 亚伯拉罕元老牧师 告诉我们 神所认可的敬畏 包括三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就是要有大信心 亚伯拉罕是凭着信心将以萨献上的 第二就是要有大的顺从 亚伯拉罕也是在神的话语面前 绝对的顺从 出于对神话语的顺从 才将以萨在摩利亚山上献上 第三就是敬畏的人要有大喜乐 这大喜乐指的就是我们的信仰生活的结局 应当是让神喜悦的 同时我们在做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喜乐 要充满的喜乐 也就是甘心的 乐意的将以萨献上了 所以亚伯拉罕这样大信心 大顺从 大喜乐的信心 得到了神 敬畏神的认可 所以衷心的希望 我和屏幕前的各位 都能够得到像亚伯拉罕那样 从神赐予的 这大长寿的祝福 第一点 我们来看看这应许的内容和意义 首先一点就是亚伯拉罕共活了一百七十五岁 双世纪二十五章七节记录 说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一百七十五岁 这里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是照着神所应许给他的 共活了一百七十五岁 可以说非常的长寿 这一点让神所应许他的这大长寿 在他本人身上就成就了 一百七十五岁的年龄 可以说是今天的我们人的寿命的大概两倍了 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 圣经中记录 当亚伯拉罕九十九岁的时候 基拉尔王亚比尼勒 想娶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 那么这件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亚伯拉罕九十九岁的时候 撒拉也已经怎么样八十九岁了 按照今天人的年龄看 八十九岁已经是一个老太太了 一个老女人了 这亚伯拉罕为什么想娶这样一个高龄的一个老太太呢 要是按照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大长寿的应许 一百七十五岁的这寿命来看 又是我们现在人寿命的差不多两倍 那我们看当时撒拉八十九岁这个年龄的话 如果说是现在人寿命的两倍的话 除以二 那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的 也就是四十几岁的人 可能当时撒拉还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 所以我们对旧约圣经当中的这些描述 我们不能按照现在的想法去看 因为说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大长寿的祝福 确实在亚伯拉罕的人生当中成就 他非常的长寿 第二点 我们来看看这长寿的理由 神让亚伯拉罕有如此长的寿命 这原因就是为了让亚伯拉罕在更长的时间里面去传授信仰 我们看这样一张图表 亚伯拉罕是一百岁生下了以萨 而以萨是在六十岁生下了雅各 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是一百六十岁 那么亚伯拉罕又是一百七十五岁离世的 那这个时候他的儿子以萨是七十五岁 他的孙子亚各是十五岁 相关的经文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二十一章五节 二十五章二十六节 他儿子以萨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一百岁 随后又生了以嫂的兄弟 手抓住以嫂的脚跟 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贝加 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 以萨年六十岁 这里我们看到 神通过让亚伯拉罕长寿的这样的方式 让亚伯拉罕把信仰传授给了他家族的后代 通过与儿子以萨的共事 与孙子亚各也共事十五年 很好的向下传承了信仰 希伯拉罕十一章九节 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萨 亚各一样 阿们 这里说亚伯拉罕 亚各当时是同住一个帐篷 那么同住一个帐篷 指的就是这祖孙三代人 拥有同样的信仰传承 因亚伯拉罕的大长寿 神使这信仰在亚伯拉罕的家族当中向下传授 在他的家族当中形成了这信心的三代 希伯拉罕十一章被称为是信心的篇章 在希伯拉罕十一章八节 就说亚伯拉罕因着信 紧接着九节也说他因着信 十一章二十节又说以萨因着信 二十一节同样是说亚各也是因着信 由此可见 当时在亚伯拉罕的这大长寿的人生当中 使得信心能够通过亚伯拉罕 不断的在他的家族当中传给了以萨 传给了亚各 我们看一下希伯拉罕十一章八节 说亚伯拉罕因着信 蒙照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九节说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萨雅各一相 二十节和二十一节说 以萨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与雅各以扫祝福 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 扶着帐头敬拜了神 这里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到以萨到雅各 这三代信心的族长的人生都是出于信心的 都是以信心走完了他们的人生路程 可见亚伯拉罕以萨雅各 他们同在一个帐篷当中通过亚伯拉罕 得到了很好的信仰传授 他们是同一个信仰共同地 亚伯拉罕通过神赐给他的这大长寿的祝福 将信心在家族当中 在这长久的年日里面 很好的向下传承了 另外我们再看看 初灵的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七节到三十八节 是这样说 至于死人复活 摩西在经级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萨的神 雅各的神 就只是明白了 神原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 阿们 这里耶稣说 神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萨的神 雅各的神 并且说 他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活人的神 这里说的活人 指的就是像亚伯拉罕 以萨 雅各那样 有信心的人 这有信心的人 在神的眼中 称为活人 各位 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每天都要呼吸 我们认为 有呼吸的时候 才是一个活着的人 但是在神眼中看 如果只有呼吸 你没有信心的话 在神眼中 同样是死的 在今天 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不要总是想着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只要是有信心 就是活的人 只要有信心 只要是活的人 没有什么 是我们做不到的 马克福音 九章二十三节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阿们 这里说的 有信心的人 指的就是 有神在他里面 做工的人 我们没有办法 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我们也没有办法 解决我们 必然要面临的 死亡的问题 但是 只要我们 能够好好地信神 我们里面 有宝贵的神 所赐的信心 我们能够成为神眼中的活人的话 神在我们里面掀起 这神的做工的时候 我们人所不能做到的 神都能够帮助我们做到 所以在这末世 不管我们遇到怎样的困难 我们都不要灰心 我们要守住我们里面的信心 我们要坚持 做神眼中的活人 要带上神的话语去生活 要刚强壮胆地去生活 罗马书八章二节 说 因为此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也说 即使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阿们 第二大点 就是关于这应许的成就的过程 首先第一 我们来看看第一层面的成就 那就是亚伯拉罕是享受了175岁 享受175岁 创世纪25章八节 亚伯拉罕受高年迈 弃绝而死 归到他列祖那里 阿们 注意这里中文圣经翻译为 受高年迈 在西伯来语原语当中 受高年迈 是叫 托巴加根 本庄比亚 托巴加根 本庄比亚 托巴就是 好的意思 加根 是 年龄 本庄比亚 就是 满足 那么加在一起 这受高年迈 就是指 亚伯拉罕有 好的年龄 有满足的年龄 是指亚伯拉罕活出了 幸福人生的意思 非常满足的 非常好的 这样的幸福的人生 我们看 神赐给亚伯拉罕的 这大长寿的应许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时间上的一个长久 光是时间上 活得久 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说 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 我们是数十年的时间 都是有疾病当中度过的 或者说 是那种长期的卧床 长期的有病 长期的 都是活在那种 不平安的状态当中 或者说 总是发怒 上火 总是跟别人有争吵 总是嫉妒 总是不满足 那如果那样的话 活的时间再长 又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意思呢 但是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的人生 神所赐给他的 不单单是时间上的长久 而且是在这长寿的岁月当中 亚伯拉罕是非常的幸福 非常的满足的生活着 所以我们说 刚才标题说 亚伯拉罕得到的是享受 他这种长寿可以说是享受 他享受到了这日子长久的福气 今天呢 我们也要像亚伯拉罕那样 得到幸福的人生 满足的人生 在当今世界上 有很多的经济欠发达地区 那里呢 人口都很密集 交通也不便利 道路很狭窄 人们生活的那些 必要的生活设施保障 也很有限 但是我们看到 那些地区的人 脸上往往都是挂着灿烂的笑容 总是笑眯眯的 而这些地方 往往都是幸福指数 很高的地方 在这些地方 经济啊 各方面也不是很发达 他们只能 从事一些简单的劳动 他们的收入也很低 但是他们的幸福指数很高 他们很平安 很幸福 很满足 相反 我们看到现在 也有很多 所谓的经济发达的那些地区 那里的生活 非常的富裕 非常的富足 各方面都很发达 人口袋里的钱也多 他们开着好的车 住着漂亮的房子 穿着华丽的衣服 但是这些地方的很多人 他们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烦恼 有很多的不满足 有很多的抱怨 甚至在这些地方 有很多的人 都有那种绝望的 轻生的念头 在他们脸上 没有笑容 相反 却有很多的忧虑 很多的忧愁 挂在他们的脸上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生的真正的不幸 真言十七章一节说 圣燕满屋 大家相争 不如有块干饼 大家相安 阿们 所以说 相争 不如相安 亚伯拉罕所得到的 这大长寿的应许 是平安的 是幸福的 是满足的 亚伯拉罕 获得的是喜乐洋溢的人生祝福 第二点 我们看看这第二层面的成就 那就是亚伯拉罕 忘见了耶稣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图表 亚伯拉罕所生活的年代 就是主前2166年 到主前1991年 而耶稣基督所生活的年代 是主前四年 到主后的29年 由此可见 从亚伯拉罕的离世 到耶稣基督的降生 中间相聚了1987年 我们看 亚伯拉罕和耶稣 是相聚2000年左右的人 那亚伯拉罕肉身虽然死了 但是圣经却说 亚伯拉罕虽然在肉身死了 但是亚伯拉罕曾经来到 耶稣基督面前做工 亚伯拉罕还清楚的看到了 未来的事情 这一点出灵的耶稣 在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 也这样说 神原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 阿们 神说亚伯拉罕是活人 虽然他在主前 一千九百九十一年 他死在了肉身 但是亚伯拉罕却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做工 我们看 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 既看见了就快乐 阿们 这里非常明确的记录 亚伯拉罕虽然是 据耶稣 大概两千年以前的人 但是在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 亚伯拉罕却欢欢喜喜的 仰望了主耶稣 由此可见 仰望耶稣的人生 才是像亚伯拉罕那样 幸福的 满足的 有着大长寿的 真正长寿的 这样的人生 第三 我们来看看 这归根结底的成就 首先 就是 乞丐拉罕路死后 进入到了 亚伯拉罕的怀里 我们一起看 《路加福音》十六章 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后来那讨犯的死了 被天使带去 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财主也死了 并且埋葬了 他在阴间受痛苦 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 又望见拉罕路 在他怀里 就喊着说 我祖亚伯拉罕 可怜我吧 打发拉罕路来 用指头 指头尖沾点水 凉凉我的舌头 因为我在这火焰里 极其痛苦 阿们 首先我们看 这乞丐拉罕路 拉罕路这个词 希伯来语叫 Nagalus Nagalus 就是指神的帮助的意思 在当前的经文中 说拉罕路 说拉罕路死后 是进入了乐园 而这乐园又在这里被描写为 是亚伯拉罕的怀 可见亚伯拉罕的怀就象征着乐园 亚伯拉罕得到了神所应许给他的 这最终的大长寿的祝福 就是亚伯拉罕进入了天国 亚伯拉罕的怀 就是天国的乐园 当时连那个下道阴间的财主 都称亚伯拉罕 说亚伯拉罕是我祖亚伯拉罕 我的父啊 亚伯拉罕 各位 正如拉罕路的名字一样 只要有神的帮助 我们都能够进入到神的乐园 进入到亚伯拉罕的怀里 而亚伯拉罕的怀中的这拉罕路 正是今天我们圣徒的代表 只要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信耶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才能够进入到天国 拉罕路在血统上并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但是因为拉罕路信耶稣 而成为了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 加勒太书三章七节和三章二十九节都说 所以你们要知道 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 阿们 各位 进入天国的人 必须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大长寿的祝福 必然是因为天下万国 因信耶稣基督而得福的 希望今天的我们都能够因信耶稣基督而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都能最终的像拉罕路那样 能够进入到神的乐园当中 进入到亚伯拉罕的怀里 第二点 就是圣徒们将进入天国与亚伯拉罕一同作息 马开福音八章十一节说 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 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一同作息 阿们 亚伯拉罕肉身虽然死了 但是亚伯拉罕却进入了永久的 更加长久的天国 这也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最大的长寿的祝福 各位 不管我们在世的生活 我们多么的成功 如果我们最终不能进入天国的话 那也注定将是失败的人生 但是即便我们在这世上过得像乞丐拉罕路那样的一个克里的人生 也不要灰心 我们好好地信耶稣 我们好好地去做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必然会进入到神应许给我们的这永远的 这最长久的天国 相反即便在这世上再世负伤 哪怕是总统 在神的话语面前 如果不能够悔改的话 他们也断然无法进入天国 有人曾经开玩笑说 说这天国有三个吓一跳 第一个就是来到天国一看 以为会来的人没来 第二个就是以为不会来的那个人来了 第三个吓一跳就是 哇天国原来这样的美好啊 各位我们要过一个仰望天国的人生 要渴慕天国的人生 今天我们不要把这生命的指望放在这地上 马太福音21章22节 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就必得着 阿们 各位我们不要只看眼前的这一点点的物质利益的生活 不要贪恋这个世俗的生活 要向更远的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更长久的天国 要仰望 要渴慕这样的信仰生活 经文是告诉我们 一切都是出于我们的信心的 只要我们信 必然会得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 这大长寿的大福的 相反 如果我们不信 如果我们停止祷告的话 这大福就不会成就 好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一起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感谢您 赞美您 感谢您 再一次的将圣经救出时的话语赐给我们 感谢您 把这个应许给亚伯拉罕的 这大长寿的祝福 今天再一次的 赐给我们 我们在您面前 献上我们的感谢 亚伯拉罕 您赐给他 这175年的长寿的祝福 在这175年的长寿的人生当中 亚伯拉罕过了一个 被幸福所充满 被喜乐所充满的这样一个 平安 洋溢的这样的人生 今天当这话语 临到我们的时候 求您也能够赐给我们一个满足的人生 让我们也能在这世上 不再贪恋 这眼前的世俗的诱惑 能够像亚伯拉罕那样 过一个仰望耶稣 可慕进入永久的天国的 这样的一个信仰人生 求天父这样的引导我们 我们将所有的荣耀 颂赞 感谢赞美 都归给您 我们如此不配的祷告 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 感谢祈求 阿们 感谢天父 也感谢屏幕前您的陪伴 追想上古之日 思念历代之年 我是雅各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